大家好,我是米莲 今天这期视频通过一个一分钟视频的收益 我想说一下流量的力量 以及收到YouTube推广后的效应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 网络媒体流量力量很大 但我本人一直没有什么亲身体会 最近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件小事 让我有一些体会 在我的频道主页下方 有一些和我相关的频道 其中一个频道是我在两年前注册的 里面的内容是我大女儿 用动画软件自己制作的动漫 接下来我要说的就和今天的主题有些关系 事情发生在大概一个多月前 他上传了自己制作的一个大约一分钟的动画 忽然一周后发现 有很多人在这个动漫下面留言 大概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已经达到了1500个订阅 他的大部分动漫都是十几秒 几十秒 更新速度也非常慢 所以最近两年来 定位人数一直维持在70到80 总浏览时间也没有超过几百小时 最终我们发现 其实他这个不到一分钟的视频 被YouTube推送在相关内容的首页 之后的两周内 浏览数量急剧增加 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25万次 一个一分钟的动画 25万次 这个视频的浏览时间 已经超过了4000小时 大概在10月20号左右 这个频道就得到了YouTube Partner的这个Program的通知 现在呢我就带大家一起看一看 成为YouTube Partner之后 大概这一周多的时间内 这一个一分钟的视频 为我们带来了多少收入 首先登陆这个账号 进入管理页面 这就是他制作的所有动漫清单 可以看到这一行是收取广告费用 有一些因为他有copyright的问题 所以他不能通过播放获得广告收入 这就是他那个一分钟被推广的 日期是10月17号 view是这么多 最早是从2018年10月份开始的 到现在应该是两年多的时间 总共大概做了20个视频 只有这一个视频非常的popular 所以我会拿出来看 这个一分钟的视频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收入 我们可以看到流量的力量是有多么强大 这个是Channel的分析 它几乎所有的view和订阅人数 都来自于这一个一分钟的小小的视频 到昨天为止 它的收入是187块钱 过去28天 它的订阅人数是超过2500人 这是每一天的收入统计 可以看到 大约每一天是25块钱左右 随着视频播出的时间越来越长 这个收入会逐渐下降 所以成功的YouTuber会不停地更新自己的内容 这个页面是视频的数据分析 这个视频的总市场是53秒 通过这个视频 得到的订阅人数大约是不到3000人 2900多 我们看第二个视频 这个视频它是有copyright的 因为它喜欢那个音乐 所以它用了别人的音乐 但是这个音乐是有copyright的 所以它不能从这个视频获得任何收入 这是它获得100个订阅人数时 做的一个小小的动漫 来庆祝一下 广告有很多类型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容喜好 选择广告出现的位置 小视频收入就看到这里 接下来说说我的感受 在这个特别的2020年 身边很多朋友都开始拍摄视频 并创建了自己的频道 我也是这样 一方面是为了解闷 另一方面也希望 最好还是有一些收入进账 再翻回来说这个动漫频道 创办这个动漫频道的初衷 并不是为了挣钱 只是误打误撞 就有一笔小小的收入 反过来再看看 为什么会是这样 首先我自己认为 这是和女儿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 没有这么多年画画的基础 它是做不出一个 被人喜欢的优质视频 而它这个50多秒的动漫 被YouTube抓取到 也是因为它的创意 被那些在玩这个游戏的 很多年轻人喜欢 在视频PO出来的最初阶段 就得到了较高的点击率 YouTube继续推送 如果一个视频能够进入 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是很容易在短时间内数据爆表的 米连是一个喜欢总结 举一反三的人 从这件事 我的体会就是 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收入 首先基础是提高视频质量 包括题材选择 创意 拍摄质量 后期视作等等 其次好的视频就一定有人看吗 答案非常明显 很多人的视频都非常好 但是并没有被YouTube抓取推送 做好视频的同时 当然还要研究平台的推送习惯 也就是她的推送算法 让自己的视频尽量符合她的推送习惯 这一点米连也在琢磨中 以上是我今天视频的内容 这也是我自己频道中 第一部加了语音的视频 希望大家通过我的分享有所启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订阅并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